第三 在我们所了解的圣经中 他们的工作确实不一样吗 怎么解释父差遣子 子差遣灵 灵差遣人 不是一回事 在我们所了解的圣经当中 别说 在我所了解的圣经中 他们的工作确实不一样 对 在我们所了解的是 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超越的神 他向我们启示的时候 包括进入到人类历史 向人显现 与人相交 这种伏救性 有华的绑壁 有迁就性 所以那种启示 不是本体上 神原本是那样的 而是迁就我们理解力启示 而且特别是第二 针对于我们的关系 被造物的时候 父子圣灵之间分工不同 会有次序 这个不是本体上的次序 是向外的工作上 这样的次序 因此就出现了 给我们一种错节 父差遣子 父和子差遣圣灵 好像这种出于父 出于父和子 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要区分 三位一体内在位格的关系 当中是 在永恒当中 父生子 在永恒当中 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发出 在历史当中是 父借着子差遣圣灵 不同的 是不同的 存在的和工作的 是不同的 怎么理解 父差遣子 理解了三位一体 存在的关系 和救赎计划之后 我们就理解了 为了实行这个 在永恒当中的救赎计划 父定义 让子做中宝 然后 让被联选的人 做他救赎的对象 当然这里面 有圣灵的工作 应许那个救赎的结果 是赐圣灵 这是在永恒当中 然后世界被创造 按照神的计划 然后亚当多了 然后救赎时 什么恩约开始展开 直到耶稣基督 到了恰当的时候 被父差遣 进入到世界 接着同志女玛利亚 被圣灵感应 取了人性 来到我们中间 然后完成救赎工作 升天之后 应许赐下 之前应许 后来升天之后 武训基将领 赐下圣灵 是这个关系 永恒的 计划在历史当中 具体实现的时候 是透过父差遣子 这个不是 盛道成肉身之前的 那个第二位格子的 那个存在的被差遣 是工作上 所以子被差遣 然后子说 父因我的名 差遣真理的胜利 另一位宝会师 我之前也讲过 子 借着他完美的献祭 解决了我们的罪 和罪的刑罚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消除了上帝的愤怒 与上帝和好 和好 不仅是和好 收养我们做儿女 而且他又应许我们 做产业和永生 而这个永生 这个产业 其中一个就最大的 就是圣灵 圣灵是生命的灵 当我们领受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 就有永生 所以耶稣献祭 保障了圣灵的来 父借着基督的救赎的完成 应许赐下圣灵 是这个关系 成就救赎计划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安排 圣灵差遣人 就跟三一论就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概念不要混淆 三维一体本体论的 位格的关系 本性 和三维一体上帝 在历史当中展开 他永恒的救赎计划的 那个差异 好像谁拆遣谁 那个区分 和圣灵在教会里面 拆遣什么宣教士 拆遣使 拆遣这个工人等等 那个又是另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的区分很重要 不要绘在一块混淆来谈 这样的话 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那请大家订阅link перем